蜜糖是面条身材 麻干身影 紧凑的小窄肩 可以说是天赋惊人 很多人觉得他个子高必然也会长 其实他还有桑塔根 胳膊都挺短 肉眼可见的短 都只是个子高 两个人还提前对视一下 该说不说确实没啥气势 没有爱尔兰大忙流子那派头 互相看来看去的 心里好像都挺没底 有点像小时候我们班同学打仗 两个人都怕高老师 还都害怕打不过 只能在这干瞪着眼 假装不服气 给巴佛挤在中间都没画面了 这个时段是巴佛的露脸单独秀场 这俩还跑过来抢画面 挺不懂事 巴佛念了半天实在是忍不住了 还是自己上前一步走 画面得自己争取 蜜糖摇头晃脑的空气热身 看着也不帅气 不知道为啥粉丝还那么多 怎么看都像爱尔兰大忙流子 低配山寨边角料版本 可能欧美观众就好这一口吧 不过蜜糖的步伐是真的好 横向移动特别快 而且假动作特别多 偏了影帝好几次 让影帝摸不着头脑 不敢贸然暴摔 害怕蜜糖费一天大套 主要是他知道 自己的暴摔启动也没那么快 贸然暴摔有风险 蜜糖的环绕不移动是真的丝滑 而且他级别小 速度够快 变相的假动作比黑龙还要快 他还有很多无缝连接的换架 欺骗距离的技术 把影帝晃得晕晕乎乎 影帝的移动虽然也很多 但他不是那种特别精细的移动 他只是频繁的做动作而已 他用大量的动作来掩盖意图 但是没有什么精细活 蜜糖在压迫 但是他根本不出真的动作 只是把拳头伸出去而已 他没有把重心抛出去 拳头伸出去的同时 已经做好回收的准备了 他的主动出拳 只是为了震慑斯特林 他这场执行的战术 就是后车打印机 一点风险都不冒 这与上一场莱默斯的打法 是截然相反 低回合奥迈利 展现了自己换架 以及顶级控制和横向移动的能力 他的战力水平确实挺高 但是影帝有缠斗威胁 所以影帝可以四五击蛋的 多出一些低扫 低回合影帝靠低扫拿下 虽然赛后这么一复盘 感觉技术含量挺高 但其实看直播的时候 就是尬五了一回合 他们俩比黑龙和罗美罗打得还猥琐 还剩20多秒 影帝终于老天八地的 使出了一个爆摔 速度挺慢 蜜糖赛后说 他这几个月肋骨受伤 很久都没有练缠斗了 结果影帝还是没摔倒他 因为蜜糖重心比较高 不像赛后多那么矮 影帝第一回合被虚了半天 虽然嘴上说着不在乎 但是天天被嘲讽 肯定也难受 他想拼一把了 他不想当黑龙打乱罗 他想当乌斯曼打卡文顿一样 把对面的山寨嘴炮给终结了 自己的风评肯定能涨一涨 乌斯曼打卡文顿之前的风评 其实跟影帝也差不多 天天顶龙子踩一脚 次中量级的新票房噩梦 结果终结了卡文顿以后 直接粉丝暴涨了将近百万 斯特林也想抓住这次机会 同样是山寨嘴炮 他把这个奥麦力KO了 也能回一把 可惜他没有乌斯曼的重拳 第二回合他上了牙的很猛 比第一回合激进多了 把蜜堂吓得都狡猾了 可惜影帝的启动是真的慢 这么好的机会都没抓住 也是蜜堂的速度确实快 分开的时候让影帝打了两拳 影帝摸到两拳彻底飘了 乌斯曼的榜样在前 心里已经控制不住的欣喜若狂了 马上就可以像乌斯曼一样 打个翻身仗了 结果刚要再次冲锋 就被一拳打趴下了 趴在地上的他脑海一片茫然 居然真的重复了乌斯曼的剧情 可惜不是乌斯曼翻身仗的剧情 而是乌斯曼翻车被KO的剧情 而8月20号这一天 也恰好是乌斯曼被KO的一周年纪念日 华子还特意发了个动态庆祝 影帝躺在地上 被结结实实的砸了15拳 每一拳都砸在他的脸上 痛在他的心里 他的上帝究竟给他开了一个什么样的玩笑 维索发育了两年多 就激进了这么一次 马上就被终结 蜜唐的追击杂击效果很好 因为他胳膊虽然短 但是他上半身长 看一下这拳的发力太完整了 后闪 拍击 下拉 蹬地 扣宽 摆肩 再加上影帝自己前冲的力量 就像两辆车撞到了一起 即使这样斯特林居然也没有完全睡过去 下巴还挺硬 这下边角料嘴炮奥曼力 已经升级为山寨嘴炮唐神了 紧闭着双眼 却控制不住嘴角的抽动 似乎是想起了什么 无法控制的开心事 实在是蹦不住了 这一把屌丝翻身 彻底迈上了巨星道路 小时候为了50块钱 把眉毛给踢了 长大了 纹身烫头练格斗 摇身一变小嘴炮 夺冠一天 长了好几十万粉丝 不管能未免多长时间 反正光凭着这一把 以后就能捞不少啊 而且以后谁要是把蜜糖KO了 谁就能使劲火一把 也算是新火相传的人气 UFC的功审了 回去就可以把拳管升级一下 住上大别野 多整几个兰波基尼了 斯特林三个月前 刚打完162.5公分的塞鸥多 三个月后 马上就打180公分的蜜糖 以斯特林以往的出赛频率来看 这次的比赛 真是被大拿的兰波基尼 蒙蔽了双眼啊 而蜜糖去年10月份 打完彼得岩以后 10个月的时间一直没有比赛 塞鸥多的那场冠军战 本来应该是蜜糖来打 他给拒绝了 所以他自己有充足的时间 去做针对斯特林的训练 这两个人此消彼长的 针对性训练时间 差距拉得挺大 而且影帝上一场的对手 塞鸥多个子实在太小了 这场换上了 个子最高的蜜糖 一脚天上一脚地下 完全不同风格的对手 一个摔脚手 一个直打站立 塞鸥多的个子小 影帝即使被超夜下防摔 他也能尽量的去压低重心 去抱腿 可是蜜糖的个子高 他一抢影帝的夜下 直接把影帝给拉直了 重心降不下去 影帝有点无所适从 也就不足为怪了 影帝这个人实力肯定是有 但确实算不上特别强 都知道他擅长打地面 但是他抱摔能力 还不是特别好 大多数都是靠着粘人 拖着对手进地面 他的身体素质那么好 必然也长 肌肉爆炸 但是却没有一点KO能力 也是非常尴尬 所以由于他自身能力的受限 让他不得不选择了一套 丑陋功力 却能提升胜率的打法 这就是能力不够 战术来凑 塞鸥看他哭了好几次 梅威瑟看上了 梅威瑟还叫人 想把斯特林支开 想勾引斯特林的老婆 幸好没有让他得逞 这梅威瑟真是个淫魔 连自己的黑人 同胞兄弟的老婆都不放过 受尽屈辱的斯特林 能走到今天 对他自己来说还是挺励志的 可是他的忠实小弟 勇猛无比的梅拉布 现在处境就尴尬了 大哥不声众 自己还得排队 几个月前有多么的意气风发 几个月后就有多尴尬